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平年中 若用X表示月份 那Y表示該月份的天數 那麼Y跟X有一個函數關係 寫成這個樣子 那譬如說 譬如說一月份的話 它有31天 二月份的話有28天 三月份有30天 諸如此類的 那現在他說 試回答下一題 我們看那個第一題 他問你 二月份的天數 加上六月份的天數 減掉九月份的天數 那這個多少 我們知道二月份的天數 它有28天 二月份的天數 六月份的天數的話 它有多少呢 六月小 30天 九月也小 也要30天 所以是28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比如說X是4為Y的函數 X是月份 月份不是天數的函數 為什麼呢 因為天數的話 一年裡面 每個月的天數 它可能有28天 可能有30天 可能有31天 但是這個 30天 它可能對應到好幾個什麼 月份 比如說 一月大二月小 四月小 四月小 五月大六月小 這30天 這30天的話 它就對應到四月份的天數 六月份的天數也是30天 那我們曉得的話 函數的話 一個資料只能 對應到 就是另外一個資料 它不能一個資料 對應兩個資料 所以這個不是函數的關係 這個呢 這個的話 X 它不是Y的函數 所以這個不是函數